很多国内人对节目载 都有一些误解 比如说干腰子之类 作为生活在这边的中国人 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多看步 多走一走 就是都可以多去外面看一下 但是网上媒体报道的话 也不是完全准确的 我要去乱来就好 正规做生意就打工也好 做生意都要正规 这样就可以了 我对这一块也不了解 最起码从我这里 我没有看到过 有没有证实过这个东西 你做简单行业的 做餐饮 我们是做餐饮的 你跟那个没有挂钩的 应该是很安全 听说是有 但是也没碰到过 真实情况我认为 就是假设我们没去 靠近那些人 应该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想的 只有两个怕什么呢 不是吧 只有两个 干腰子这块我们不参与 网头这块我们不参与 做好自己的事 这是最好的回答 现在不说 其实柬埔寨这个地方 还是挺好的 柬埔寨本地人民 还是挺热情 比较善良的 这里也没有像网上说的 那么严重 我感觉还是有发展权利的 在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